今年大年初三上午,一个老大爷突然急匆匆地走进我的诊所,但却不是为了看病。 他操着广东普通话,对我说,他专程坐飞机从广州赶来,就是为了帮他退党。 我很吃惊,广州离我们这儿足足有一千多公里啊。 我问,我们素不相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你为什么千里迢迢要到我这儿来退党呢? 大爷说,七年前,有人在他家门边,放了一本《酒瓶共产党》。 他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部书,给他很大的震撼。 他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残暴,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 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要残酷迫害法轮功, 是因为共产党崇尚假恶斗,容不下遵循真善神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 他原是广州一个乡镇的乡长,现在已经退休, 年轻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 这本书附有《大纪元》郑重声明。 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要找法轮功学员帮忙给他把党退了。 他明白,只有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 才能在将来清算共产党罪恶时不受牵连, 而且还能得到神佛的护佑。 所以心里一直盼望着能遇到一个法轮功学员。 也许是机缘不成熟吧, 一连等了好几年都没有等到, 可他一直没有放弃心底的愿望。 到了2020年, 因中共隐瞒新冠病毒疫情的真相, 导致新冠肺炎、瘟疫在武汉大爆发, 也一度蔓延到了广州。 他所在的乡镇也有人感染了瘟疫, 人们非常的恐慌。 幸运的是, 他又一次得到了法轮功学员 悄悄放在他门边的真相传单。 传单中讲了比开瘟疫的良方, 就是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这九个字。 传单上还介绍了在武汉发生的一些相关的真实势力, 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 不但他自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还告诉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 都来默念这九字真言。 奇迹再次出现, 凡是默念了这九个字的, 没有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 今年大年三十这天, 他打电话问候他的一个亲戚, 巧的是, 他这个亲戚前不久患了重病, 竟然介绍到我这里来看病。 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 告诉他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 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非常管用。 他欣然接受, 回去后很快就康复了。 听了这个亲戚的故事, 他高兴极了, 赶忙打听我的地址。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放下电话, 他马上订了飞机票, 千里迢迢赶来, 就是为了了却, 退当的心愿。 老乡长的心愿终于了了, 他的未来会充满光明。 老乡长,